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还有一些新东西 不断有惊喜给我们 我记得两年前他应该是收购Twitter 现在就改了名字叫X 但很多人都改不了口 为什么他这么喜欢这个名字呢? 我记得他第一间公司叫X.com 是 没错 为什么X代表什么呢? 其实他觉得X代表无限可能性 他对这个名字是obsessed的 他真的是沉迷 除了第一间公司叫X.com之外 现在他有张Twitter的名字叫X 他连三个儿子都叫X 他很疼这儿子 这个小朋友的BB 他小时候抱着他周围去 包括了他的厂 即是SpaceX、Tesla那些厂房 即是很多重型机器在做东西 由得X在地上爬来爬去 即是现在那些直升机的父母厅 他觉得是瘋的 很危险 很危险 他带了儿子去开会 但很可爱的一件事 就是看一本书 就是说X这个BB 他学会的头三个字 就是Daddy、Car和Rocket 即是一个很甜蜜的小朋友 是 可能他也有说其他东西 他当是听不到的 是的 我们来说X这间公司 我记得去年全年 我没有太多听到正面的评价 即是说离开了的员工 一直数他有什么不好 是的 很多非人道的管理方式 跟着又说Going nowhere 就不知想把公司变成如何 跟着又不够人去做他想做的事 那本书有没有说到 他对X的vision 的期望是什么呢 其实他买Twitter的时候 是有少少冲动了的 所以他当时决定买之后 其实他都用了一个很长的时间 去挣扎 如何去接管这间公司 因为他自己刚才我们说了 我们之前说了他的Basics Tesla 都是一些硬桥硬马的东西 但Twitter偏偏就不是这些engineer 是一些和香港的沟通 没错 你主要的客户其实是广告商 其实Elon Musk 是不懂得跟这种人打交道的 所以他当时接手买Twitter 就是很多人不看好 而事实上Twitter 也是一间很不适合他的公司 之前也说过 他是一个很厉害去开创的人 而Twitter当时 已经是一间很成熟的科技公司 成熟是什么呢 就是公司很稳定 你聘用了很多人 你聘用了很多人 福利很好 事实有很多永远 那关于他接管Twitter的过程 因为太多事情了 那我们不如我们简单 讲一下结果 还有有什么management style 我们可以分享一下 好的 其实他接管了Twitter之后 最大手笔的不单是改名 而是炒人 他接管的时候 当时是10月底 到12月中 他已经炒了三转人 总共是炒了75% 然后取消了remote work 是很徹底的手段 说到remote work 很多老板都和我反映 很想取消 但是遇到载力太大 甚至乎现在聘用人 很多年轻人来见工的时候 有没有remote work 有没有remote work 不是 是有多少天 是 预了有 没错 所以很多老板就说 其实他真正在问的 就是他除了weekend 可以放到日假 是的 那Elon Musk 所以我们大 各位老板就真的要学 Elon Musk 他是怎样做事 他很恨remote work 因为书里面都有形容 他在疫情期间 他决定接管Twitter之后 打算见一下同事 入到他的headquarter 层层樓都不见人 就在一个pantry 才见到几个人走来走去 他就觉得震惊 他是很恨remote work 他觉得人一定要一起工作 这样才是一个最有效的沟通 而你的沟通最有效 亦是生产力最好 没错 那譬如说他在接管Twitter之前 他一直在Tesla和SpaceX工作 他喜欢把Designer和Engineer 放在一起坐 很多公司是分开的 就是觉得Design就只是Asthetic 即是外形那些东西 他觉得Designer都要想 Engineer想些什么 知道那个product 将来是怎样用的 而Engineer 都不只是想一件很厉害的东西 你要想一下外观是怎样 所以他是很支持 就是Designer和Engineer 一定要坐在一起 同意 他是很在乎他的Manager 通常Manager就是怎样做事 他是很在乎Manager 是否可以很贴地 譬如说在他心目中 Software的Manager 至少有20%时间 自己都会认识 你要安装太阳林板的Manager 自己都要去工地 即是他很喜欢 或者是很 他是非常推崇 在地贴地的做事方式 是的 那他当时接管Twitter之后 就取消了Remote Work 实在太好了 那当年就马上有同事反对 是吧 同事就跟他说 其实这样不行 其实我们很多时候 自己做事就可以了 都不用回来 那Elon Musk 就是回这位同事的时候 他说 很简单 如果你可以回公司 你不回公司 那你的辞职 我已经接受你的辞职 我现在就接受你的辞职 end of story 没什么要说 即是没有讨价还价的预地 是 我很同意 因为一间公司 一个office环境 有一个很大的好处 就不是给你工具做事这么简单 而是给你一个环境 一旦有需要解决问题的时候 说一句话 立即几个人 很casual地谈论几句 可能已经很快解决到一个问题 即是如果你要开一个会 要煞有介事 设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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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计 计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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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我们在第一集已经提及过 Elon Musk觉得做一个CEO 是不包括be a nice guy 你好像听到nice CEO 很少 老好人是做不到这些位置 所以我们可以引申来说 第二个management style就是不近人情 第三个管理风格 我们之前也有提及 就是他要question spec 对于别人订下来的requirement 他会很question 我觉得有个故事很值得说 就是他接管了twitter之后 他发现twitter其中租了NTT的一个server 而twitter租NTT这个server 一年是花他一亿美金 对于一个这么重视成本效益的老板来说 他就觉得你都疯了 一亿美金只是server 他说我有这么多地方可以摆server 我怎么可以跟NTT租呢 当时他就叫了twitter负责这方面的人 他就说我们要停了跟NTT的合约 你就把server帮我搬到另一个地方 我起码每年省了一亿 当时twitter的负责人就跟他说 说不知要半年的一年时间才可以搬到 你想想我们twitter有这么多人用 你要确定user experience 不可以倒机 不可以倒机 总之就要半年至一年时间 Elon Musk想了一会儿就说 我给你90日时间 如果你做不到的话 我接受你的辞职 就是这个方法 最后他当然是做得到 里面有说到他好像是找了他一个 他一个cousin的儿子 一个二十多岁的年轻子 就给一些incentive 他就是你每搬到一个server 我就会耗一千元给你 因为他反正每年都要花一亿 这个年轻子 就是这二十多岁的年轻子 只要你给他一个mission 他就想尽自己的方法 就是自己去搬 因为他其中提到 搬server有几天是Christmas 感恩节来的 就是没有人会帮你做事 那这帮年轻子就是整个team 就进去用自己的方法 搬走这些server 而他最终都honor到他的承诺 就是真的搬一座的server 就耗一千元 我记得是以十万计 是挺好的生意 对于一个年轻子来说 搬server这些东西 我很有资格的评论 因为我们搬过无数次server 其实是很大压力的 所以对于network engineer来说 他们当然想减少风险 给予多些时间自己 因为你逢旦搬东西 server都会有些问题 很少是很smooth的 那你一有问题的时候 老闆就捉住你 最后把单单都要自己埋回 所以你一逼他 我觉得engineer很难逼 因为他最大的说话是什么 做不到 做不到 还有 会塌机 会塌机 塌机是否你揹 是的 还有就是那些东西 就是我认识的 那你就永远 很难去破坏他们的固有思想 你要很有吉事才行 即是你要够胆背起 真的会塌 塌了之后你怎样 其实他背 他背 他就是这样 这个老闆就是这样 他背 还有当时推特的负责人 那间公司被你接管了 他已经周身不爽了 你又要让他做这一件事 还有你可以想像 NTT一定是很厉害你 因为他每年 坐在那里收你一亿美金 你可以想像Elon Musk的阻栏很大 就是内部和外部的阻栏 但是他有本事 找了一个特种部队 不去搞定这件事 这些就是他本事 没错 最后一个可以值得说 关于他的管理系统 就是说到这里 你都想帮一个这样的老闆打工 那你就要留意了 因为Elon Musk 他看人 他看resume 他不是特别注重你的skill set 或者你的resume 他声称 他自己是更加着重于工作态度 嗯 他说因为skill set的东西 你也可以教 但是工作态度 除非做brain transplant 才可以改 就是要移植你的脑 才能改变 所以他比较重视的 就是人才做事的态度 比他的skill set 态度 我觉得20岁以上 改不了 就很难改 很难改 所以我觉得 如果大家在看片子的你 如果是一个年轻人的话 我希望真的 有良好的工作态度帮助你一生 或者是良好的生活态度帮助你一生 有时候我赞我的同事 有家教 其实家教是什么呢? 就是你家里在你小时候 给了一些很重要的做人处世的原则 嗯 没错 譬如做事负责任 你出来的社会的时候 因为没有人会 真的像父母那样教你 大家是一个利益关系 我给你一千元 希望你给你二千元的预付 其实就是这样的关系 很多时候 对不起 耻老卖老 就是很多现在年轻一代的人 可能未弄清楚这个关系的时候 可能自我中心化的时候 就会给别人一种感觉 就是你的态度不好 你态度不好 我就不教你东西了 这样就结束了 个人进步就会很慢 你说能力、工作的东西 今时今日只要你懂字 你上网可以搜索任何东西 我不相信有什么你学不到 所以我100%同意 说完他怎样聘请人 怎样行两个同事是否能做到事 我们最后也说多一件事 就是他觉得怎样才是一个好老闆 他自己是一个很决定的老闆 他自己就说 当他真的在工作的时候 就是在Tesla、SpaceX 有很多工作的时候 他说他大概一天要做100个选择 他又会数 工程师 就是个人很有纪律性 他就说 你想想一个人 一个平常人 一天要做100个选择 肯定有错 Elon Musk自己都知道 他说我做100个选择 但他说最终可能有20%是错的 他说不过错是不要紧的 错了你立刻去确认它 他说如果我那一刻 我不做那个选择 我们会死 所以我宁愿我做了那个选择 之后修正 也好过我在不知想怎样 因为很多老闆被人救病的位置 就是indecisive 浪质在老闆那里 好像黑洞那里 是没有结果 他就是一个 他作为一个好的老闆 好的CEO 其中一个特性就是 他是一个很愿意 或者很快可以落到决定的人 是 做决定这件事 我觉得是做老闆 或者做一个创业的人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如果不是最重要 都是第二重要的因素 就是现在世界变得太快 快到一个位置 你不能计划了所有东西 你才开始做 你一定是一路做一路改 而你肯定会改 肯定会改 我敢说一个 提议给大家 如果你跟那个老闆 是经常不做决定的 我觉得你九成九是跟错一个老闆 是的 因为好的老闆 是要经常做决定的 然后经常修正 不怕认错 因为多数会错 错完再改 It's ok 希望这本书里面的 他的经验 加上我一些在旁边 又分享我自己的经验 可以帮助大家的创业 或者打工也可以 我觉得你的态度很重要 Attitude 态度 几乎是决定了你会不会成功的唯一因素 所以我认识的 我认识Elon Musk的内容 可能会占这本书的十分之一 是 很长 很大本 很大本 六八十多页 六八十多页 我们只是抽了一些与管理创业有关的 其他大部分的故事 感情线 感情线 我们已经没有说过 感情线 家庭线 我们已经没有说过了 有兴趣的 就自己买书来看 或者上YouTube也有audiobook 你自己可以选择你自己喜欢的东西来看 大家可以看到 Leona很懂得讲故事 在过去这三集和以前 她和我们分享过很多不同的书 你也可以看到王阿丽那种表达的方式 所以我再一次希望帮帮她的手 告诉大家 她接下来六、七月有一个课程 就是林本利老师和王阿丽合作的 就是会有一个叫什么名字 初创之道 初创之道 very good 四课 四课 每一个星期一课 我会在最后一课客串 说比特币 但你有没有单课买的? 哈哈哈哈 是的 想知道比特币是很简单的 你只要看《坐保险战》就可以了 主要是 我觉得她看了很多书 以及她自己的经验之后 她选择了自己一套功夫 我觉得很值得听一下 Leona和大家分享的 谢谢 因为很多人可能对于财务自由 或者是投资有兴趣 你觉得学创业如何令到我发达 因为很多人的最终目的是发达 就不是像Elon Musk 改变世界 对 那类的 但是我自己觉得 你看回人类历史上 或者现在最有钱的人 他们都不是靠投资之父 其实你数回美国 比如美国最有钱的10个人 或者香港最有钱的10个人 其实是靠创业之父 除了Wallon Buffett Wallon Buffett 他也是创业家 他也是自己去投资 对 但他公司的主要是投资 可以这么说 但他不是帮人打工 或者不是靠炒来炒去 他也是建立一个自己的公司 其实我真心觉得 还有我身边的朋友 我觉得是属于那些 探索到一个有钱人的级续 大部分都是有生意 就是做生意的基础 而不是靠买股 炒来炒去 而学创业这件事 就算你没有一个创业的想法 或者是创业的打算 其实你学到那种创业的精神 就像我们今天说的 我们这三集说Elon Musk的故事 其实对于你做人做事 也有很大的启发 是 详细请看这条链 希望大家喜欢我们这几集的分享 记得点赞订阅分享给你的朋友 支持我们做更多更好的节目 我们下集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